好,接著繼續介紹 銅 我們講過銅 就是有人寫紫紅色 有人寫紅色 有人寫紅棕色 舊客人寫紫紅色 壞人寫紅色 隨便 銅,顏色 不是銀白色銀灰色 然後呢 他是導電 導電性第二位的金屬 第一位是銀 要記下來 那因為銅比較便宜 所以他用來做電線 用銀做太貴了 除非你有特別的需要 所以呢 銅是第二位 所以做電線導電用 電用 然後呢 青銅 歷史老師教過銅錫合金 然後最早使用的合金 餐具啊 吹具啊 武器啊 這樣就做雕像 銅像 餐具什麼頂有沒有 歷史教過頂啊 什麼青銅器的 人家歷史老師教什麼青銅 然後就黃銅銅心合金 那些 有人缺那個喇叭 或者什麼水龍頭 這些那種 銅心合金 記一下就好了 銅錫合金 銅心合金 青銅 黃銅 看一看 飛背就沒事了 小吃一樁 記下來就好 再來就是銀 剛剛講過 導電導熱性 第一位的是銀 第二位的是銅 飛一下銀是導電導熱性第一位 所以在一些電子東西可以用到 如果你需要讓它導電性很好 然後又不惜成本的話 你就可以用銀來做 然後呢 色澤優美價格昂貴 做錢幣銀幣啊 或高級的餐具啊 銀盤子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呢 這是古時候有所謂的底片感 這個現在已經比較少見到了 現在已經少見到了 大部分數位相機是不用底片的 還有繡畫銀 繡畫銀它應該是白色 它會見光 見光就會變黑 繡畫銀做底片感光材料 像子底感光材料 記一下 OK 飛一飛就好了 再來就是金 金就是黃色 金黃金黃 黃金黃金 所以金是黃色 背 延展性第一位的 延性是拉長 展性是打成薄片 然後貼上去 看起來是一個金的雕像 但這上次有表面一層薄薄的是金 其實裡面是別的東西 OK 那也因為延展性太好 所以很軟 所以要做 很難做出一個純金的金塊 因為它太軟 所以加點別的東西 然後讓它變得比較硬 然後有一種寫法是什麼 九九九 九九九 一種寫這個K金的 純金是24K 18K又是24分裡面佔18分的金 這樣子 好 來這一推 知道一下 我叫K金 好了 它是第三位 你可以不用背 它是第三位 你可以不用背 然後今天第三位 表示導電導熱性很好 所以如果我要做的電子材料 我很需要抗腐蝕 因為金的活性很小 可以抗腐蝕 我就會用金去做它 我就用金去做它 抗腐蝕性的導線 OK 好 再來就是薄 就簡單看看就好了 白金嘛 白金 PT 看薄字就知道 白金 所以這邊是白金 然後呢 可以做一些用途看看就好 電極啊什麼之類的 這個就看一下就好 不太重要 再來就是拱 拱呢 就是上面的黃色字是重點 要背的事情 常溫常壓下 唯一的液態金屬元素是拱 常溫常壓下 唯一的液態非金屬是鏽 下面的色根加是上一代的課本 有強調說它很容易變成液體 你握在手上 網路上有椅片 放在手上它就會化掉 因為手大概有三十幾度嘛 它就化掉了 不過常溫常壓是指的是25度吸大激壓 它們兩個還是固態 還是固態 所以背一下黃色字要背好 好 那拱酥甚至叫水儀 就是水儀 好 記得要背起來 然後可以做溫度計跟氣壓劑 氣壓劑就是這個玻璃氣力實驗 以前教會的玻璃氣力實驗 或氣壓劑 然後這裡有水儀電池有氧化孔 日光燈有拱蒸氣 拱蒸氣是有毒的 拱蒸氣是有毒的 所以要你日光燈要回收 免得它會造成一些傷害 現在電子都告訴你說我要不含拱 它其實含拱量比較低 比較少 然後就是說要做好回收工作 免得污染環境 好 記得就看看可以了 看看就可以了 然後叫拱齊 金拱齊 金拱齊就是金跟拱合在 因為拱合能跟金屬麻在一塊 金拱齊 金拱齊 銀拱齊 那以前有些用途 以前有些用途 你知道嗎 以前還填牙齒 可是因為它會有污染的狀況 所以現在不用了 它可以填牙齒 因為它的銀拱齊的膨脹 跟牙齒的膨脹差不多 所以塞在裡面比較沒有問題 只是因為它有污染的問題 所以現在改用別的玩意做 就拱齊 所以一次看一看就可以 比較不重要 這一類的東西就欣賞一下就好 OK 再來就是古時候有特別膠 你現在已經完全不會讓你碰到拱這個東西了 你現在已經完全不讓你碰了 所以應該也不會發生這種事 萬一灑出來怎麼辦 就是所謂的真空法 那我跟你講過了 真空法就很類似吸塵器 可是你不可以多用吸塵器吸它 你吸到更麻煩 因為你吸塵器前面再吸 後面會噴 那麼你公信就知道後面有氣會噴出來 結果你一坨拱的時候 可能危害少一點 你把它變成灑出來的時候 這個危害就變得更大 你知道嗎 所以說法上是跟吸塵器差不多的 是不可以用吸塵器吸它 然後又撒青粉跟硫粉 然後再把它吸起來 這個古時候可能要退一下 因為古時候要讓你碰到口 可是現在不會了 所以碰不到 碰不到 不會發生這種事 不會發生這種事 就看一看背一背 忘了沒關係 應該也不會考 再來就是烏 熔點最高的金屬 最高 所以可以做這個根絲 好了 烏是熔點最高 那如果你誰就一滴 誰就一滴 很好講話要答這一點吧 誰就一滴啊 狗 為什麼 常溫長壓下唯一的液態金屬元素 所以是狗 然後碳化物很堅硬 磚孔切割研磨 我上次去那個宜蘭參觀一二 才給我一個磚孔 告訴我 最好上面那個一個顆粒就是 碳化物 碳化物 OK 碳化物 碳化物 就碳化物 碳化物 蘭典最高的金屬 然後順便記 農典最低的金屬 最低的金屬 好 碳化物 最後一個就是碳 碳的密度小耐高溫 欣賞一下 碳一看就OK了 碳 然後呢 可以做很多合金石金… 我想過你現在什麼地方 最容易看到碳 眼鏡好 所以我這個眼睛要做純鈣做的眼鏡 比較抗腐蝕 不會被你的汗水 我以前的眼鏡會被我的汗水腐蝕掉 然後就變成可以尖銳 然後還會刮傷我的皮膚 那現在用純鈣的就不會 然後抗腐蝕 抗腐蝕 OK 好 這是鈣 然後再來就叫做二氧化鈣 二氧化鈣白粉 啪啪啪啪 然後光觸鎂 燙完就可以了 那個是在SARS的時間開始流行的 光觸鎂幫忙殺菌 他要照紫外線 所以不要傻傻在地下室噴他 噴得完也沒有用 那照不到紫外線不能發揮作用 發揮成說他要照紫外線才會有作用 看一下 気化鈣 就是所謂的一些東西 以上就跟各位介紹 一些常見的元素的性質 把該背的背啊 該背的背 什么导电最好的啦 第二位的啦 融点最高的啦 融点最低的啦 诸如此类的把它背起来就对了 OK